一般挂包也有人叫做虎咬豬 通常都是面皮包豬肉 但夏天嘛清涼一下 业者创意发想 把挂包里面包冰淇淋 两球香草口味冰淇淋 眼睛看就好消暑 撒上手工压制花生粉 甜咸冲突滋味 通通塞进小小挂包里 特制白色面皮要先过三关 谁说挂包只能用真的业者在面皮 喷上适量水分 第二个步骤放进200度C烤箱 五分钟进行烤熟动作 趁热再放进另一个烤箱 火力全开 将表皮烤一到三分钟 最主要防挂包吸水 民众一口咬下还是又酥又脆 它的皮比一般来烤过的话 会比较Q软 它本身不会说 真的说像一般外面的挂包一样 整个是可能软啪啪的感觉 胡咬冰挂包挂包酥脆外皮 维持在35到40度C 冰淇淋在-10度C 冰火口感刺激销量 外面看到很多就是 润饼包花生冰淇 然后想说那既然润饼可以包 那为什么挂包不可以 而且还会包 有时候两三个小时就卖完了 冰火挂包每天限量60个 胡咬猪不稀奇 夏天胡咬冰让你冷气气 三星文来新军利安保台北报道